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油條,我是郵輪的郵 今天本來準備了一個駱惠珍的駱雨路 想讓大家看看,讓大家好好地了解駱惠珍這間公司是否適合你 不過凡事都有意外,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談談這個意外 畢竟駱惠珍的駱雨路,即使下個星期也一樣 今天我準備了四個近期郵輪的重大新聞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郵輪公司的訊息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一直一直跟大家繼續分享 2021年2月4日,大概是下午時間左右 加拿大聯邦運輸部部長宣布了加拿大海域和任何碼頭 禁止郵輪航行直至2022年2月28日 對了,我沒有說錯,我知道我經常說錯話 不過今天真的沒有說錯 是一直直至2022年2月28日 今天就是2021年2月5日 意思來說,在未來一年有多時間 加拿大政府不會讓任何郵輪進入 除了在客量100人以下的郵輪 或者是12人以下的客輪 如果不遵守這項規定 個人會被罰款約5000元每人每日 而團體或公司就會作出加幣25000元的罰款 如果懲截嚴重的話 罰款可能會去到100萬以及監禁18個月 當然,旋越大,懲截也越嚴重 不過在運輸部部長最後補了一句 就是這個禁令只是一個暫時禁令 並不一定要實施到2022年2月28日 只要疫苗被廣泛應用或情況好轉 部長會依照實際情況去取消這項規定 對於這項規定,個人來說 覺得有點失望 不過其實不算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因為早前一月尾 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已經曾經很強硬地說過 只要你要入境加拿大 無論你是加拿大人、香港人、美國人 就必須有核酸測試的結果 才可以入境 然後入境之後 就強制性住隔離酒店 至少要住三天 但大概的收費 大概每人是兩千元 情況來說 就是想杜絕大家 在這時間做任何出境遊 其實也是很正常的決定 究竟加拿大繼續禁令 對郵輪業的影響會有多大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 對加拿大本身的影響是有限的 我們本身每年在阿拉斯加拿行程 都是五月到九月左右 通常都是溫哥華 和維多利亞這兩個地方 會去到的 然後九月到十月 就會在加拿大東岸 有一些郵輪行程 通常都會去到 愛德華王子島 哈里法斯 灰北克省 以及滿地可 只在這幾個地方 其實地方都不涉及很多 其實在有限度犧牲這個行業 令加拿大人可以更安全以及自由 其實真的值得 不過問題是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加拿大出了禁行令的關係 所以今年如果大家訂了阿拉斯加 就真的沒什麼希望 還是想回2022年 因為Jones Act和Parsinger Russell Service 這兩個過百年的美國法律還在 Jones Act通常是貨輪的 而Parsinger Russell Service 通常只向郵輪和遊客 簡單來解釋 其實意思是 在美國出發的一個郵輪 必須要經過第二個國家 再回到美國才行 所以阿拉斯加的行程 例如在西雅圖出發的 通常都會經過Victoria 當然有機會在溫哥華直接出發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沒有訂到 阿拉斯加或加拿大東岸的行程 有的話就留言給我 告訴我你究竟怎樣想 在去年曾經有一個美國參議員 建議把Jones Act和Parsinger Russell Service 暫時停止 讓郵輪在美國可以像新加坡 做一些無目的地的行程 但當時特朗普沒有答應 現在到拜登更棘手 一上台 拜登已經表明自己的立場 支持Jones Act 因為拜登相信 Jones Act可以保證美國本土經濟和就業 首先澄清一下 我個人來說 對政治完全沒有立場 另外前幾天 在2021年2月1日 美國CDC突然之間 是不是應該說突然之間呢? 總而言之下 出了一個關於公共交通工具 上必須戴口罩的規定 我聽完之後 真的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可能我是因為久不久 就說說郵輪重啟的消息 我以為美國早已規定 我認為是必須戴口罩的 我不知道原來這件事 是一直未有明文規定的 直至到現在CDC再次宣佈 今天想說的明明是新聞 但不知為何感覺上是舊文 這些事情 不是一早應該規管好 一定要戴口罩嗎? 當然 我相信華人 無論身處於世界各地 都會是第一批開始戴口罩的人 當時我記得是武漢封城的第一天 我記得有一個西人發了一個Facebook post 他說 今天我回市中心上班 看到所有華人都戴口罩 難道他們知道一些事情 我們是不知道的嗎? 現在我們先說到郵輪 因為郵輪算是一個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CDC的要求是會有Pride進去的 現在CDC的要求是 全程在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都必須要戴口罩 除了短暫的飲水和食物的時間 這個意思就是說 郵輪重啟之後 無論是甲板也好 在游泳池也好 任何公眾位置都必須要戴口罩 如果拒絕戴口罩的乘客 就會在下一個站被人聘請下去 無論是飛機、巴士、火車或是郵輪 都是一樣 大家又會不會擔心曬太陽的時候 會曬到一個口罩印呢? 我記得之前跟大家提過 為了滿足CDC的關架協議的要求 船公司就開始接工作人員 回到美國或歐洲去開工 當時準備用 Norwegian Oncler Norwegian Escape Norwegian Joint 去運回過千個工作人員 回到船上繼續工作 然後每個人都上船 慶高采烈地等開工 誰知道現在重啟計劃 一推再推 一遲再遲 每個人在船上天天地等 其實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Norwegian決定了 遣返回所有在船上 非必要的工作人員 一共1216個 這批工作人員 大多數都是來自東南亞國家 每天每天在船上 只會獲得10美元的補貼 說起來 其實每個人都慘 想賺錢的那些 沒得賺 想花錢的那些 沒得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最後帶來一個消息 暫時說 有三間郵輪公司已經公開表明 郵輪重啟之後 他們必須要打完疫苗 才可以讓遊客上船 第一間當時宣布的 叫做Saga Cruise 是一間以英國為主場的郵輪公司 只會開放給50歲以上的遊客上船 暫時來說 他們只有兩艘船 Spirit of Discover 2019年船 Spirit of Adventure 2020年船 大概6萬噸 再客量700人左右 是走英國的豪華郵輪路線 雖然Saga是第一間 站出來說他們需要打完疫苗的公司 但其實他們本身在他們的網站上 已經做過一個公眾諮詢 大概70%的Saga的客人 都是支持他們這個行徑的 因為他們服務的年齡層關係 他們那群人打疫苗 其實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而最近多了兩間在美國的郵輪公司 要求客人必須要打完疫苗才可以上船 就是美國的American Steamboat Company 和Victory Cruise Line 這兩間公司主要以美國市場為主 主要是做一些河輪的生意 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又覺得 四大郵輪集團會不會突然宣佈 以後要打完疫苗才可以上船呢? 但18歲以下的小朋友 就是不建議打疫苗的 那時候 是不是代表小朋友不可以上船呢?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一定會補回Norwegian的樂宇露給大家 多謝,拜拜 在紅色中 和紅色中 年紀廣州 和紅色中 寔阿倫 有請賜